那么赖静德当然觉得浑身不自在 这时候的林佳龙更不自在 因为版本当年是由他批的 赖静德现在的倒霉 等于是林佳龙当年所创造的 你来到我崇敬坦白 我是欧崇敬 我们看到林佳龙 现在虽然干上了部级干部 可是他简直是哭笑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多年前所提的 这个国会改革的这个版本 结果 国民党是把它完全刻意的 请注意是刻意的 完全剪下贴上 什么叫剪下贴上 也就是它的排版的版本 基本上不变 完全继续沿用 把它给放进来 这意思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用的就是林佳龙版本 那么你一觉得 这样呢你还能反对吗 因为当时候林佳龙这个版本 事实上就是代表整个民进党的意思 也就是告诉大家说 这是民进党要改的国会 而不是国民党要改的国会 那么现在他们只能不断的污蔑 说这是一个阴谋 说是傅飞席带的是七个立委 事先在这个四月多的时候呢先跑到了北京 这是完全故意戴帽子 也就是讲他们是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找理由 如果按照民进党还有他们这些绿营的逻辑 那岂不就是说 所有在520以前凡是到北京去的 全部有问题吗 也都在商量所谓他说的阴谋吗 这样一来 那这阴谋可就多了啊 也就讲啊 那你可以啊追溯到从2012年起 然后呢 这段时间里面12年里面所有去北京的每一个 都是在商量今天的阴谋 好吧 就算是蔡英文上台以后好了 那你可以说是从2016年起所有去北京的全都在商量这阴谋 这不就是非常莫名其妙吗 如果更夸张你还可以讲是自从啊 这个两岸啊这个关系啊就开始冰冻化 也就他所谓的翻生动法呢 就都会开始设立以来呢 那他就认为我们在凑阴谋了 这就是啊 民进党啊 他们所说的话的一个奇怪逻辑 那这个事情呢 你可以说 他也可以把这个事情扣在2019年 从蔡英文的假论文假博士被爆发以来 他就认为我们在商量阴谋 不管是2012年 或者是2016年或2019年 他们呢 拿这上面的任何一个做断点 他们都可以不断的做文章 当然了 他们也知道如果了把事情说太远 民众会不相信 他索性啊 就把这个帽子扣在护根鞋的头上 但是呢 能接受的民众啊 非常有限 大概就是三成多 60%的人是认为啊 简直是太夸张了 哪有可能啊 国民党何必在这个时候做这种讨论呢 而且也没必要 并且 郭慧来的就是郭慧来的 今天啊 就算是非洲刚果 提出来说要改革 也是一样 更何况这个版本啊 就是林佳龙的 这样啊 就使得大部分呢 有理智的人觉得 现在的情况是民党故意闹事 当了家以后 还刻意闹事 是完全令人觉得难以接受 而且闹事的时间 就在520之后 隔天开始就接连闹事 一闹 还闹 四个整天 哎 在521 524 526 到528 四个整天呢 是人越搞越多 但如果人呢 是他们自己来就罢了 他这还不是 人呢是他们自己啊 透过团体 团体之间啊 去不断的把人给叫过来 甚至是游览车 把人给载过来 这就太荒唐 荒唐到什么样的地步 荒唐到一个无以复价的地步 在这里面 还不断的要去发便当 发饮料 这些事情啊 都显现了 他们是钱 真的是太多 不过呢 钱太多这个事情 我们要告一段落 为什么 因为预算的审查 国会有调查权这个事情呢 马上就会出现了 也就是说 人家啊 现在是暂时不打扫金则 等到了 整个调查权 已经完满了在手上之后了 马上就可以对这些团体啊 你的钱从哪里来的 以及你们的钱 跟各个部会有什么关系 全部可以查的一清二楚 那么 民进党这个版本呢 就等于非常有助于啊 整个台湾的社会进化 这种社会进化 可以让大家好好的醒来 好好的绝顶啊 看看啊 这个民进党过去的执政 以及现在的执政 到底在玩什么猫腻的游戏 那么赖金的当然觉得浑身不在 不自在啊 这时候人家更不自在 因为呢 版本当年是油塌皮的 赖金的现在的倒霉呢 等于是林家隆当年呢 所创造的 过 林家隆应该另一类的高兴 就是他将来啊 关键再也不哼痛 就被冰在现在的位置 或者现在就是他人生的至高点好了 其结果啊 也是一样的 因为呢 本来啊 赖金的就不可能再把什么了不起的位置给他 因为啊 赖金的可怕他呢 万一啊 到时候他谋夺 篡位怎么办呢 这林家隆又这么有野心 学历又是耶鲁的博士 赖金的他只有哈佛的硕士呢 所以 赖金的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再给林家隆任何位置 而林家隆啊 这时候再怎么忧虑也没用了 所以啊 我看他还不如改革心态 很开心的接受 他自己的版本啊 被大家奉为归孽 然后呢 把国会已经做了好好的改革 感谢您的收看 啊 啊 啊